这就是我做的下个季度市场铺项目规划 你看一下 这是我做的下个季度市场铺项目规划 你看一下 这些不应该是我写给你的才对吗 搞定盛总我就要回副室了 爱者还是要靠你 所以你还是学习一下 还有 你要认真的 从头到尾地看 知道了 谢谢你 我会看的 不 你现在看啊 你劝我现在在这里 你又不懂我可以问我 我可以教你啊 写的已经很详细了 你看完 最后一页 今天晚上你有空吗 什么意思 约会吗 静之下 我 一年前 我喜欢过你 但是重逢之后 你用实际行动告诉我 我们一年前就已经结束了 您对她这么重要 你抢得过她吗 对不起 副总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了 她喜欢的是我 你给我闭嘴 我不听 对不起 对不起啊 你能不能听 我听到你 你不听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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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语写 我每天都没有信息 我每天都没重新 今晚中的心儿 心儿的心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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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副总 你没事吧 怎么可能没事 他喜欢的是我 你肯定很记得 我一点事都没有 阿姨 你怎么来的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找你 后面下很大的一个 喂喂喂 你的鞋子湿湿的 跟你说你现在系列 你不要坐我沙发 你先站好 他回来了 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 没事没客 这不应该啊 才两天就恶化 这么严重吗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最近 无论做任何事情 它都可以出现 并且还挑衅我 说紧直在爱的是他 还不是我 我怎么听起来 这个不是你平常的症状 这也不像是发病 像是你失恋了 还是 林其实就是你 假想出来的情景 那个景之下 承认他喜欢的是林 不可能 他们印的嫌疑都结束了 嗯 可是在景之下的眼里 你就是林啊 被拒绝了 是吧 也没有 我都还没表白呢 他根本就不给我 解释的机会啊 连解释机会都不给你 真不行 我在跟你说林的事情 你得跟我说什么呢 其实你这个症状 已经不在我专业的范畴内了 我觉得你应该 堂堂正正地去表白一次 这样才能 治好你这个相思病 相思病 像你个头啊 这个就是相思病 你这天天去想这个人 怎么会不是相思病 我就说了是不是 姐 下班一块吃饭呗 听说酒店边上开了一家餐厅 还挺不错的 今天恐怕不行 我妈回国了 和我说下个月就要举行婚礼 千交代万交代 要我陪叶明去选婚纱 什么 你要和那姓叶的去选婚纱 不行啊 结婚可是人生大事啊姐 对啊 我头都大了 哎 你有热气的婚纱店 知名度高一点的吗 我有个朋友 好像是开高档婚纱的 叫什么第二精品婚纱 就在中兴广场那儿 不 副总 这是我们一会儿吃饭的 喂 木材供应商资料 喂 您不烦 那我一会儿把定位发你啊姐 然后咱们前期合同 已经过得差不多了 到时候就需要您 在最后确认一下 到时候呢 然后我会给您发你 副总 她跟别的男人 试婚纱都不告诉你 我觉得她 根本就不在乎你 副总 材料供应商要到了 你去地骨开车 我在门口等你 好 你 你要和她姓叶的去选婚纱 不行啊 结婚可是人生大事啊姐 安心 停这儿 我有点事情要去处理 顾应商的宴会 你给我去了 先生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 不好意思先生 没有预约是不能进去的 呃 要不您到等候区先等候一会儿 我们会有客服经理来接待您 好 喂您好 第二婚纱店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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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帮我拉下带子 谢谢 你怎么在这里